大家好,歡迎來到Jai Talk Dry Talk之旗案16,我是小豆 我是小A,很多發達國家都提倡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即是無論一個人的身份背景是怎樣都好 他在法律面前都應該得到同等待遇 但在現實生活中,這個願景又是否真的能夠實現呢? 韓國在經歷完戰火的洗禮之後經濟迅速發展 在1988年,他們更成功舉辦了漢城奧運會 藉著這個機會向各國展示他們多年來努力發展的成果 確立自己在世界大舞台的位置 不過就在韓國上下都為成功舉辦奧運而高興之際 當地就發生了一宗韓國人質這麼難以忘記的挾持人質事件 匪徒背後的故事就令人不禁在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否純粹只是一個口號呢? 1988年10月8日,漢城奧運會先閉幕了幾天 一隔由首爾永登普監獄開出 要將25個囚犯移送到宮州監獄的囚車就發生了意外 在囚車行駛途中,車上有幾個犯人偷偷地用一組預備好的鐵線打開手扣 當車去到京基道安城市附近的時候,有一個囚犯就跟獄警趕上廁所 就在獄警打開鐵網遞個尿壺給他的時候,十幾個犯人一湧而上 他們衝出鐵網合力將幾個獄警制服,再挾持一輛車駛回去首爾 囚車在首爾瑞草區停下來,車上12個人撕爛了他們的犯人文件 有人換了獄警的制服,有人由獄警身上搶走一把有五發子彈的槍 接著就分成幾個人一組剪開他們的逃獄之旅 剩下13個決定不一起逃獄的囚犯留在車等警方來 雖然囚車上25個犯人都只是犯了盜視罪等較輕微的罪行 並不是什麼窮凶極惡的罪犯,但畢竟在押送囚犯逃中走返那麼大件事 警方也不敢怠慢,他們收到消息後都迅速趕到現場 警方將留在車上的13人帶回監獄 又對逃走了的12人發出通緝令,同時他們透過傳媒和大眾交代這件事 又設立懸賞金鼓勵大家幫忙提供消息 很快警方就將其中四個在逃人士捉回來 另外有三個囚犯就因為逃到首爾之後去到一間酒吧吃河玩樂 那裡的負責人拍出他們,於是就偷偷地叫警察來拘捕他們 而酒吧的負責人也因為這樣得到600萬行員懸賞金 到目前為止,警方已經捉了7個囚犯,剩下5個人仍然在逃 那5個囚犯本來是同一組人,但後來其中一個決定離隊,自己一個繼續他的逃獄之旅 剩下的四個在逃人士就是今天這宗案的主角 35歲的慈康憲因為偷了價值556萬韓元 即是35000多港元的財產被判監7年 23歲的安光術因為8次盜竊合共2100萬韓元被判監12年 27歲的韓義哲因為盜竊罪被判監15年 20歲的姜英日因為5次盜竊合共631萬韓元被判監7年 除了本來的刑期之外,他們還額外被判10年社會保護 這個懲罰是來自韓國在1980年所頒布的《社會保護法》 當時的政府為了鞏固自己的政權和維持社會穩定 會要求一些他們認為會危害到社會安全的罪犯 在完成本來的刑期之後還要被送到相關機構接受再教育 說就說接受再教育,但他們在那裡的生活就和坐牢沒什麼分別 換言之,那10年社會保護就等於要他們多坐10年牢 四個人的策略是在首爾比較多有錢人住的區域遊走 靠著不斷躲進別人的家去逃避警方的追捕 他們之所以敢做,是因為他們認為有錢人的命值錢些 而且警方對有錢人都比較客氣,不敢對他們輕懼妄動 所以躲在那裡會比較安全 他們在第一戶人家住了28小時就離開,臨走前順手在那家人裡偷走了一些財產 接下來他們在街上要脅一個35歲的男人 要求對方帶他們回自己的家給他們借宿兩天 這個男人的家總共有6個人,包括兩個分別6歲和4歲的女兒 雖然慈康獻等人和那家人說明不會傷害他們 但和幾個通緝犯在同一屋簷下,他們又有什麼可能不怕呢? 不過慈康獻等人真的有遵守承諾,用行動告訴那家人他們沒有惡意 慢慢屋內的氣氛互和了很多 男主人更開始和慈康獻等人聊天和喝酒 在喝了幾杯之後,慈康獻就開始說出自己的故事 以及他們逃獄的原因 慈康獻1954年在全羅南道光州市出生 她是五兄弟姐妹之中最小的一個 她家很窮,因為沒有錢的緣故 她小學畢業之後就沒有再讀書 慈康獻從小的夢想就是做一個詩人 她曾經說自己是一個浪漫的悲觀主義者 是一個貧窮但幸福的詩人 慈康獻沒有學歷、沒有技能 在畢業之後就無所事事 後來為了生計就走了去偷東西和打架 她多次犯下盜竊罪 最終因為偷了價值556萬韓元的財產被判監7年 再加10年社會保護 她在偶然的機會下認識了安光術、韓二哲和姜英日 幾個人都因為盜竊罪入獄 而且他們同樣都被判了社會保護 本來四個人對自己的刑期都沒有什麼意見 畢竟犯了法就要受懲罰 但後來他們發現這個制度很不公平 有人被他們犯了一個更嚴重的罪 但判刑竟然比他們輕得多 說的是當時總統全斗煌的弟弟全敬煌 她曾經在前總統朴正希的保安辦公室工作 後來全斗煌做了總統之後 她就跟隨哥哥入了政府 當時他們有一個叫新村運動的農業改革運動 目的是透過發展農村去拉近和城市之間的距離 而全敬煌就在這個運動裡擔任會長 不過全敬煌就在任期內 借助職權的便利進行貪污 有傳她貪污的款項竟然高達76億韓元 相等於4800多萬港元 全敬煌在1988年7月18日被捕 當時她被控7項罪名 但最令人驚訝的是她只是被判監禁15年 經過上訴後更獲減刑去到監禁7年 而且後來她還獲得特赦 最終只是坐了三年牢便可以重返社會 慈康憲知道這件事後便很生氣 她覺得自己只偷了556萬韓元便被判監17年 但全境換貪污貪了76億便被判監7年 後來還得到特赦 到底是否有錢有權便不需要跟法律 而沒有錢人便可以任由政府打壓 承受這麼不公平的對待呢? 她覺得很不奮氣 於是決定將韓國的腐敗公諸於世 她聯合幾個與她情況相近的囚犯 計劃趁轉移去另一個監獄時逃走 之後就去前總統全斗煌的家向她報復 慈康憲等人在那家人家住了兩晚便按照承諾離開 在10月15日晚上 他們去到首爾西大門的不家座洞 潛入了一個性高的家庭的家庭 這個家庭總共有五個人 分別是父母和三個小朋友 那家人看到慈康憲他們時都嚇到 因為他們認得出眼前這四個人就是警方通緝中的逃犯 而且無論大家說什麼 怎樣勸都好 慈康憲他們都不肯離開 終於等到凌晨4點大家都睡著的時候 爸爸就偷偷地跑去警察報警 警方調動過千警力去到高先生的家庭 但因為屋內還有人質 警方都不敢輕舉妄動 因為當年沒有談判專家 於是警方只好在屋外向內大叫 你們已經被包圍你們快點投降吧 慈康憲看到屋外有這麼多警察 就拿了逃走時在獄警身上搶走的槍出來 向屋外開了兩槍阻止警方衝進來 慈康憲向警方提出兩個要求 分別是準備一輛小型貨車給他們逃走 以及為他準備一盒BG's的歌Holiday的錄音帶 因為這首歌是慈康憲最喜歡聽的歌 警方很快就帶了錄音帶過來 但車方面他們就說需要多點時間才可以準備好 大批傳媒很快就收到消息說過來做直播 屋外除了很多支槍對準慈康憲他們幾個之外 還有很多鏡頭拍著他們 之前說過慈康憲他們這次逃獄的目的 就是想恨大眾揭露社會的腐敗 於是他看準時機打爛了一隻槍 向屋外的鏡頭大叫 我的學歷只有小學 雖然只是讀過小學 但我一生都思考過很多問題 為了適應這個社會 我已經拋棄了我的人生 但政府還是針對我 另一個逃犯安光術都十分激動 他大聲叫 罪犯有錢就可以收買法官嗎? 有些人殺了人 但只要有錢就可以出獄 他們憑什麼? 見到幾個犯人這麼激動 警方安排了他們的家人和朋友過來 幫忙勸他們投降 但四個人很堅決 而且他們都知道自己走不掉 於是他們叫家人和朋友不用再勸 他們已經決定留在這裡 令到談判陷入僵局 到了中午的時候 慈康憲叫了他們四個之中 年紀最小的姜英日 出去看看車子準備好了 但見到姜英日走回來的時候沮喪的表情 慈康憲也心中有數 原來警方只是在說謊 他們根本從來都沒有打算安排車給四個人逃走 慈康憲他們雖然已經視死如歸 但他覺得姜英日才只有二十歲 這麼小就失了一條命很可惜 他希望姜英日去自首 坐牢後重新做人 繼續見識這個世界 於是他在姜英日差不多走回來的時候 就對著他腳邊開了一槍 阻止他走回入屋 他跟姜英日說 英日啊你聽大哥說 你不要進來啦 你才只有二十歲 我希望你好好的抹下去 這個時候屋內傳來一陣吵架聲 原來他們說好要一人用一發子彈去瞭結自己 但慈康憲用了一發子彈去阻止姜英日入回來 現在只剩兩發子彈不夠三個人分 慈康憲安撫他們說自己會再想辦法 於是安光術和寒二節吵完之後 兩個人就走進房間相繼用槍瞭結自己 剩慈康憲一個人繼續跟警方對視 這個時候支槍已經沒有了子彈 慈康憲都再沒有任何可以抗衡警方的武器 他知道自己走投無路 於是他在屋內播著自己最喜歡的歌 向著屋外直播鏡的鏡頭大聲叫出這句 至今還有很多韓國人記得的一句說話 有錢無罪 無錢有罪 然後就拿起一塊玻璃刺向自己的頸 有人自看到他看不開就嚇到大叫 警方聽到尖叫聲就認為人自有危險 於是他們立即衝入屋 對著手無寸鐵的慈康憲開了兩槍和救出人自 慈康憲很快就被送入醫院 但在四小時之後還是救不回 事件中唯一一個生患者姜英日被警方帶走了 但之後就有人自替他寫請願書求情 人自提到慈康憲四個人和他們相處的時候 禍目到令他們至今都難以忘記 他形容四個人很有禮貌 和人說話會一直說敬語 在挾持人志之前 慈康憲又跟他們說 很抱歉事情發展成這樣 請給我一些時間 保證不會令你們任何一個受傷 對不起我真的無意這樣做 我不會傷害你的 所以請稍後騙黑 他們的表現令人完全感覺不到他們在威脅人 反而令人覺得他們在求人幫助他們 最後姜英日被判監19年 在2007年6月就已經被釋放出來 至於一開始提到自己一個逃走那位姓金的罪犯 他自從走出來之後就在不同的工廠打工 不過他非常小心 為了不要暴露自己的行蹤 他每隔一段時間就會轉換藏身地點 所以一直到1990年7月1日 在逃獄事件發生的一年之後才被捕 成為了最遲一個被捕回來的逃犯 在這次協辭人質事件之後 韓國社會上下都有很多討論 有聲音提出社會保護法這條條例嚴重違反人權 於是政府在1989年就對社會保護法進行修改 在2005年更廢除了這條條例 也有人提出為何囚犯可以輕易收藏鐵線等工具 質疑是不是獄警的工作態度馬虎 後來有人提出可能是因為他們的工作時間太長 令他們太累以至有些事情疏忽了 所以在事件之後 他們都檢討了工時過場的問題 希望可以減少獄警出錯的機會 慈康獻他們的逃獄和脅持人質的行為 固然是不對 但他們背後的動機是值得被理解 尤其他當時那句 有錢無罪、無錢有罪 的確為我們帶來很多反思 自古以來我們都有句說話 天子犯法與樹民同罪 但韓國作為一個發達國家 他們的階級觀念至今都依然根深提估 無論是說以前還是現在 他們都好像只要有錢有權 犯了罪都可以獲得輕判 就好像前韓國總統李明博 三星前會長李健熙和他的兒子李在庸 還給他們復權可以回去參與企業的營運 那是不是代表只要有錢有權 就連司法和公義都要讓步呢? 韓國之所以有今天的發展 全國上下的人民都有功勞 但為什麼國家變得繁雲的時候 一般的民眾就無權享有同等待遇呢? 這一點真的很值得我們反思 喜歡我們的 記得做齊 comment like and share 訂閱我們的頻道 按旁邊的小鈴鐺 那我們出新片的時候 你就會第一時間收到通知了 follow我們的instagram150AMB 留意著我們的最新資訊和我們互動吧 下次再見 拜拜